这个上面有一个是XML的格式 点开来之后你会发现 XML的架构它有点特殊 它跟那个HTML有点像 它这个Mark of Language 其实等于X是Extend 就是说从那个HTML延伸出来的一个语言 它也是标签式的语言 不过这个标签式的语言有个特色 你会发现点开来之后 这边是可以展开来的 有没有 它一个特色就是最外面一定会有个root root就是根嘛 有点像一棵树有没有 然后树呢 它会长出那个枝干 有没有 又长出 所以它有点像一棵树一样 所以XML的概念都是这样 那当然关键的地方不是要了解它的架构之外 我们要怎么样 取得里面的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root底下还有一个data 所以data到data一个头跟尾 一定是一个什么斜线 开头data后面一定斜线 这个跟那个HTML还蛮像的 因为HTML一定会有个头一个尾的标签 中间就是我们要的data 可是问题 我要怎么样把这里面资料取出来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 一样用那个request把它下载 可是下载之后怎么样取得里面的data 这才是最重要的 网路上其实我也找了很多方法 最后发现我选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用那个什么element tree 那element tree好像印象中不知道要不要安装 你们等一下看一下 如果不需要安装直接用就OK 我进行好像不用装 那这个element tree它其实非常简单 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先了解它的架构 就是在这个root 这个根底下长出了好多好多个data data里面放了很多个资料 那我要取得就是这个里面的资料 那资料外面会包什么包它的标签 那抓的方法特别注意 第一个我这边有已经写好的 我们大概看一下 那我大概分享一下怎么去写的一个方式 那这边的话呢 我自己有一个写出来的 那这个 json的那个xml 不是把它写在 太多了 首先的话特别注意 一样我们会需要用到几个东西 第一个request下载嘛 所以利用这个下载它可以什么 用get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网址 那后面一定是接xml 所以这个等于后面就是 其实是把前面的改成xml 接下来一样把它抓下来 可是特别注意哦 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用那个element tree 那这边特别注意有一个from什么 from xml的e tree 这个东西是一个module 里面有一个方法叫element tree 那因为它的名称太长了 所以我把它取一个别名叫et 以后就是set 是说这个名称我把它缩短 你可以缩短它的名称 这个叫别名 ok 如果你不用这个名称 你就变前面长的名称 好那接下来的话特别注意哦 可是用这个element tree 它有一个地方 跟前面那个jason啦 还有就是那个cs不一样 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开 你要开启那个网路上的档案 是不允许的 它一定是要怎么样 把它存成一个xml的档案 才能够去把它读进来 所以哦 为了这个部分哦 我想了个方法 所以你会发现底下我先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先把什么 把那个档案先存档 有没有发现f 其实应该你可以打成fw 我们前面就是类似跟刚刚一样 fw 没有啊 名称其实不一定要叫f或m 这个名称是可以变的 fw等于open 那也就是说我把它写到哪里呢 写到我根木屋里面 那encoding我用utl8好了 ok 然后把下载的东西全部写到这个档案里面 所以将来的话呢 第一段就是把它已经写下来了 ok 所以它用开档 ok第一段是 所以这一段做完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下载了 然后你会发现在根木底下 一样refresh 在src上按右键 refresh一下 那你会看到pm25.xml 我看一下pm25.xml 这边 好打开来 那你会发现这边就已经 档案已经帮我下载下来了 那你会发现它的结构也是一样 不过呢在equilibus的编辑器好像它更好 它有点像什么一个tree 让你可以展开来 这边也可以把它收起来 ok 然后前面有一个那个什么版本的宣告 那你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怎么办